当播澳门 市民日报 澳门 2022年6月14日 博彩发修定名签意见书赶及立法 立法会第二常设委员会 昨日继续审议 修改 《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法案最后工作文本》 经济财政司司长李伟农等政府官员代表列席会议 小组会将在听日签署意见书 委员会主席陈习武预料 可赶在今个月26日博彩经营批级期界满前通过法律 他又指 文本建议不准交叉持股 即不容许直接以自申名义持有其他承批公司股份 但允许例如以基金形式间接持股不超过5% 同赌牌承批公司不得上市 至于从事中介业务方面 政府也新增行文 明确表明博彩中介不得同持牌公司 分享娱乐场的收入 以上会主席陈习武 秘书临伦委会后向传媒总结 陈习武表示 上一份工作文本建议 赌牌成批公司不得上市 但经行政长官听取博彩委员会 意见作许可者除外 即成批公司遵守政府定定的规则后 可以上市 但最终文本改为成批公司不得上市 他引述政府解释说 此举乃防止成批公司直接 或间接转批级博彩经营权 目前六家成批公司都没有上市 只是没有公司上市 政府没有接获相关上市的申请 成批公司没有上市 可便于政府监管 也不会抵触成批公司现时的营运情况 卫生场关闭后不可以重开 另外 法案员建议持牌公司 同拥有其5%或以上公司资本的股东 都不可以直接 或间接拥有其他持牌公司的任何资本 即不可交叉持股 立法员意系防止同时 拥有其他公司股份的股东 操控或合谋竞争 从而削弱公司的竞争力 不过最新文本改为不得以个人名义 直接持有其他持牌公司的股份 但允许间接持股不超过5%股份 陈习武又指 公司股东有机会投资基金 当中或涉及其他持牌公司 故允许间接持股 至于文本第23条清晰从事 博彩中介业务行文 列明每一个博彩中介 只能同一家成批公司合作 和收取佣金的方式推介博彩活动 不可以同成批公司分享娱乐场收入 如果成批公司的博彩批级合同中止 需要以无常或无任何责任 或负担地归属澳门特区所有 被问到卫生场归属权问题 陈习武重申 卫生场无需在持牌公司的物业经营 亦无需在赌牌合约员结时归还政府 若果卫生场关闭就不可以重开 同时 法案清晰透过特别法定定的法律和制度 包括从事业务的准入制度 适当资格 及财力的审查机制 配合监察实体 执行法定职务的各种义务 成批公司对博彩中介合作人 同管理公司的连带责任 同处罚制度 陈习武表示 委员会将于听日下午签署意见书 预料下周会将法案递交大会安排细 则性审议同表决 相信今个月26日可通过法案 你收听的是安播澳门 这个短片是由市民日报 联同安播传媒联合推出 请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